哥 我给你跪下 你把蛋糕还我 就我今天过小时 让我妈特地给我订的 不怪怪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明天将在这里 举办青海市的 不好太好了 你在这吃蛋糕 我们惊心准备的场地 被拥脏比较 哥 我知道错了 你把蛋糕还我 我马上就走 过生日是吧 哈哈哈哈 想吃蛋糕啊来 哎呦想吃蛋糕是吧 好 来 让你吃 你给我上来啊来 让你吃个够来 吃 来来来 吃 来 你老板的心事就做好 你爸来这 谁咋搞啊 你他妈这不是猪头啊 啊 我 我 看 我 不要 我 我 我 这 哎 白哥 白哥 是怎么弄大好 他不得肥严 哎 小心肥严 哈哈哈哈哈哈 妈 妈 今天是你生日 妈给你订蛋糕收到了吗 收到了吗 嗯好吃的 谢谢妈 好吃就行 妈为了给你订蛋糕啊 妈都学会用手机了呢 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跟妈说 妈还在给你订啊 你一个人在外面打起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送外卖你也要记得按时吃饭呢 你以后生日早点回去休息 别太累了啊 嗯 我知道了妈 嗯别担心我了 哎哎呀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在外面要是卡没住你就回来 妈养得起你啊 没有妈我这都挺好的 妈啊妈那个你先忙 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 啊 哈哈哈 星星好 给点吃的吧 老人家 我只有五十块钱 你拿去吧 买点好吃的 怎么有此够 还能够吃你长一只心 你很好 既然如此 我这么一场造化如何呀 老人家 难不成您还是个神仙啊 没错 我可以让你成为首富 但是 你要付出一点点的代价 你愿意 只要能成为有闲人 我再拿代价我走去 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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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这件时空闻乱 进入远值世界 全球物价远值一百万倍 交易者凌川 无数影响 你怎么啦 你怎么躺在地上啊 慢点啊 我先扶你起来吧 哦 谢谢你啊 没事 我看你受伤了 我这还有一块钱 应该供你去医院了吧 这一块钱 看来你过得还不如我呢 算了 你自己留着吧 一块钱你还嫌少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失中性的房价也在 何夕 除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回去 对不起江少 你提的要求无法答应 何夕 你不是想验姿吗 只要你今天晚上帮我测书 我就把他一百块给你 一百 他说到不同意你没听见吗 你做个什么东西 他说话 关你个臭送外卖的什么事 一个废 谁人出头啊 我是他男朋友 怎么了 男朋友 我心 你这眼光也太过行了 安家亲近 找一个臭送外卖的他们男朋友 你看看他这个穷酸样 婚人上下 能拿得出一毛钱了 乐谢 咱们才是门当户对啊 是啊 我就是看上他了 请江少以后 不要再纠缠我 我再给你一碗一碗的时间考虑 不然 那一百块你别想当他 呸 一百块钱就想买人家女孩的清白 又兵吧你 刚才谢谢你 我这个属于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能帮一把帮一把 对了 你很缺钱吗 明天 有一场富豪宴会 要公布近海市的 新的富豪排纲榜 进入院会需要验子 我还差点钱 果然是有钱啊 不过验子的话 至少得一半钱 那我恐怕帮不了你 不过我还有一点点钱 你的钱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我说不能要 我这不是看你真有难处吗 我就想帮你一下 那 那 一百有点寒酸 他今天跑的还不错 干脆全转给他 一百有点寒酸 一百有点寒酸 三百元 300元 这都购买一座失踪性的别墅 刚才还是帮不了呢 专属就是三百元 那到底什么来的 这不是太寒酸了 那这样我给你 我再给你转点 还算 不不不 这钱太多了 我不能要 这多什么万 不就一顿饭钱吗 一顿饭钱 你就算天天是海参办饭吃 你也吃不了这么多钱啊 你知不知道这三百块钱 意味着什么 得了得了得了 你可别这么夸张啊 我是真想帮你啊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某个影视豪门的大少爷 素外卖只是你的爱好 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对不对 你见过哪家大少爷 学着给松外卖的 那倒也是 那你不想说就算了 明天的富豪街榜仪式 你特有参加吧 等我验子结束 我就把钱还给你 那行吧 那我可先去松外卖了 哎你等等啊 你看看你的脸擦干你再去送外卖吧 哦谢谢啊 来吧 太终于被咬了 太终于被咬了 了 我看你了 你是林川 哎 你们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打人可是犯法的 林先生 您误会了 我是京海银行的行长 我们刚刚监测到 您的账户上有一笔三百元的巨额交易 为了保证资金安全 我们是来核验您身份的 三百块又不是三百万 有必要搞到这样的心思动动 抱歉啊 林先生 这是我行的规矩 请您能谅解 还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明 奇怪了 我身份证呢 一百块 竟然是传说中的超级面额 而且还有这么多强 这位先生一定是铁鸡 不好 我得在他面前留个好印象 哈哈哈 林先生 您不用验证随份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您是谁了 哈哈哈哈 这个 林先生 为保证我行每位用户的资金安全 我行特意推出了这款黑卡 哈哈哈 届时啊 我们会将您全部金额 转入到这张黑卡账户上 请您笑纳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了吧 我这全部从管家来的也就不到我 办了 没必要弄这些黑卡账户 啊 你们想傻了吗我可以呀 还怎么给大哥换卡呀 哈哈哈哈 哈哈 刚刚演着啊 这张至尊金卡 还配得上您的身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轻轻向那 一会黑卡一会金卡 哎这人不会有什么病吧 对对对 哈哈 我去 这有些人收货也太射好 这一桌修得上来了 哎 哎 新来的 哦 我 对 第一次 第一次来 这么没有眼力见 还不赶紧准备酒水 啊 我参加复后宴会喝点自备 废话 不赶紧滚 哎哎哎哎哎这我再找吧 哪有参加宴会让人自备酒水 这复后宴会怕不是假吧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啊 哎呦 哇 江总 朱总 哎呀 我听说江总今年的资产可比上一年提高了好几百块 啊 想必在今年我们京海市的富豪排行榜上 名次一定能往上提一提是不是 一提 哈哈哈 不许一提 张总 是危险 林轩 你以为你伪装成服务员混进了我就认不出你了 我说这宴会安保怎么做的 怎么随便让一个臭臭外卖的混进来呀 我说刚才闻到什么味了 原来是这个图包的身上来的 有味吗 当然有啊 又有穷酸味 保安呐 保安 我说你眼睛长屁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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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都是随便跺一跺脚 整个精彩都得插一插的大人物 你让一条土狗混进来啊 你不怕脏了那些大人物的眼 我 你 想找你起来我我这门 又是你 昨天晚上还要打不够是吗 还你跟我啊 我是来参加富豪宴会的 你们凭什么搞走啊 哎 说啊 找我找什么 啊 哎 我把你带走 做啥 做啥 经营师 您穿手带来 我现在 这里哪个不是名门妄祖 他一个臭丧外卖 一年他挣不了一毛钱 有什么资格待在这里 这么多正少有那么重要吗 什么时候人也算高低品鉴了 没错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有钱就是赢 你不服也没办法 哎 大家可以看 圣灵不明 怎么弄不出来的 今天算你运气好 先放过 等一会儿才让我们公布 我再好好收拾 林川 还好马上公布 你又过去 嗯 走吧 哎 木屹 你臭送外卖的 跟我们做一桌 这也不是拉低了我们的身份 雷 儿子来你坐这省着呀 一会被某个土包子给占了位置 没事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 八叔父 您快请坐呀 那个位置 是富豪榜排行首位的人才能坐 我坐不可规矩 马首富 谁不知道您今年的资产已经过万了 这个位置您不坐 还有谁有资格坐呀 坐得不错呀 金海人才辈出 那可说不定 还是等富豪榜公布了再说吧 又开始 每年都是这样 非得我们请一下才上 马首富 您就别谦虚了 谁不知道你已经连续十年资产强连第一了呢 这位置非您莫属 早做晚做不都是您的吗 来吧坐吧 那既然这样 承蒙各位谈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好意思 给我一下 谁给您的狗胆坐这儿的 这有位置为什么不能坐呀 林川 你不过是一个靠谱人上位的小排量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没资格坐 哎 江明 我得说说你 不要以为自己身家几千 进了富豪榜 你就瞧不起街上送外卖 说不论呢 人家的财产丰厚呢 对对对 马首火 您教育的是 不过啊 就算再给这个废物几辈子的时间 他的资产 也比不上您的万分之一 不错 林川 你快起来 你不应该做这张 起来干嘛若西 我跟他看遍了整个会场 就这一个地方 这地方再不做 就别抢走了 我看 他们就在抢这个位置 往不去快一步 就让那老头抢走了 怎么说话呢 马首富不给你计较 那是他老人家女人为善 你可倒 还真把自己 托个人物了 阿若西 这个土豹子不懂事 难道你也把参加财富榜压会的规矩给忘了吗 马首富还没做 你们怎么敢上座 你不会以为自己帮上了阿若西 又真把自己当成精海守库了 别说是上座 就是这里随便你的位置 都没资格 好 那你说说怎么才能有资格坐在这 当然是有钱说了算了 这里的位置 是根据不好排行榜的定义 排名越高 位置越靠近 在这张桌子上 最靠后的位置 也需要资产两千块 而最中间的主位 则是需要资产过外 你觉得 坐这儿 嘿 还不赶紧过去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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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人不可貌相 虽然人家是个送外卖的 说不准 人家资产丰厚 小兄弟 马某不散 资产过忘 这个位置 那这些年我也撒了点钱 5万块还是有吧 也不怕把牛皮吹爆了 你放眼看看 在座的各位都是金海市的名门望族 那你问问他呢 有几个能随随便便拿出五万呢 林川呢 那可是5万块呀 我江家再出个金海也算是名门望族 资产也不过三千块 如果真的有人资产超过五万 那也只能是 马上 而不是你这个穷屌丝 哎 我的财产 不过是点想起来 人外有人 天外偏 这位小兄弟 如此的有底气 说不准呢 人家身上 真的有五万块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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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五万块存款都没有 你怎么当了首富啊 啊 还有你 你整个家族加起来 总共才三千万存款 你这算什么名门望族啊 你们这排行榜还有什么富豪宴 都是假的吧 放肆 谁跟你的狗胆大言不吞呢 你就是个臭疯外卖 社会最底层的下层人 我哪来的狗胆 说自己有五万块 别说五万块 就是你祖宗十八代的财产 加在一起 也凑不够一块钱吧 哈哈哈哈 这里没有人会喜欢一个 宋外卖的 你呀 赶紧滚起来 一个臭疯外卖的 赶紧马首富的位置 让他跪下来 斗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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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 你不应该为了我承受这些 这种宴会 我们不参加一会儿 我们走 你别怕 不好排行马 我公布了 排行马马上公布了 现在行 太可能 我这是受够你们 赐欲名门望走 一个个却连五万都拿不出来 大街上有五万的人一抓一大马 至于跟我赛这逼逼来来 我这是受够了 我不陪你们玩 小子 你当这是冥币 五万块说有就有 如果你只有五万块的话 别说精海首富了 就是世界首富 也是你的呀 得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不用装了 这富豪宴会就是个谎子 这排行榜也是假的 你们这群人纯属自嗨 这五万块钱都当个屁的首富啊 小兄弟 你这 这就是你闭嘴 尤其是你 你病得最重 这排行榜是你弄的吧 这些演员都是你花钱请的吧 爱想骗我我告诉你没门 放肆 你竟敢辱骂小父 你这是找死 怎么 假的不让人说呀 还敢叫嘴 没有 多大 我 爹 你们三个人 请 请 放我榜养属了 还好我记住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宋外卖的新人生 到底有几个破字 小子 你侮辱首富拿到接膀金制 一会儿榜是要是没有你的名字 我叫你从这儿 啪 也出去 垃圾就是垃圾 一辈子只能待在粪坑里的下等 老夫本来打算放你 马成相 你如此的不讨 现在 不好榜公布了 老夫 救不了你了 马上 今年排行榜的第一名 果然还是您的 只是让我们所有人 没想到的是 您的资产不是一瓦 而是恐怖的量化 我的天 马首富我早就说过了 这位置啊非您莫属 有些人还妄想染指首富之位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小兄弟 本来不想把这个位置让给你 可是现在看来 你的实力不够啊 小子 还好吧龙丹已经工作 这上面 可没有你的名字 你说 我要废掉你哪条腿 比较好的 来了 李 立刻将林先生的全部资产 给我合演出来 废长 富豪排行榜已经公布了 现在家人不太合适吧 什么什么狗屁规矩 单单是林先生一人的资产 这帮人所有家钱 都不够成C啊 没有林先生的排行榜 也被什么成为富豪榜 给我验子 现在 立刻 马上 是 废长 等等 给我架起来 你一个臭松外卖的 还敢找办富豪宴会 我没有扰了富豪宴会 这是你们咄咄逼人啊 还敢顶嘴 天天就废你一条腿 让你好好掌上教室 我 不要 林川他真的不是故意吗 他是我带来了 你有什么臭我来 少为他农见 赶在富豪排行榜的宴会上 讨论 谁也讨论 我 大家看他 排行榜又有变动了 这 变动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 林川这个废物的名字 还真能爬上来 他今天这条腿 天王老子来 也带飞 我听说 我看 林川的名字上岗了 上岗了 上岗了又能怎么样 那么长 他 还能超过马首富不成 超过了也好 对京海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不过 可惜呀 大家快看 林川的名字还在上升 已经全时了 不 幸福了 这上岗的猫子也太快了吧 这速度 不可能 一定是系统出错了 不可能 这 林川你们看 我 你是 哎 都看了吧 我到底有没有五万 这怎么可能 这废物竟然是新晋首富 林川竟然真的有五万族 连世界首富马斯克也只有三万 他的身份到底有多 够了 首富大人 你意义了这么久 一定累坏了吧 哎 首富大人 快请坐 啊 哦 哎 你说说你们啊 非要弄个什么假的开号宝 什么存款五万当首富 这么摆明了让我丢脸了 林川 没想到你真的是 不 路线 你怎么也跟着路线了 十五万块钱当奶门的首富 这他们摆明了谁让我出球啊 哎 要不 我看我还是玩不过头 我跟他们道歉 那个 我郑重地跟大家道歉 你这边送外卖 我不是你送 林首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点我们的 首富大人是想让我们给他赔礼道歉 对不起 你首富大人 啊 这是 干什么嘛 我真就是个送外卖的 我真不是什么首富 林首富您就别谦虚了 您资产有五万 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没有您的多呀 哎呀 谢谢谢谢 哎王航长你来的太好了 终于有人能替我证明了 你告诉他吧 我到底是不是首富 你告诉他吧 我到底是不是首富 你 首富 哈哈哈哈 您开什么玩笑呢 您兜里五万块钱 整个京海 都是您的 嘿嘿 哇 好坏 你是跟他们一伙的 啊 呃 什么一伙的 哈哈哈哈 啊 林首富 我们今天前来事情会问您这个 新首富身份 咱公开吗 呃 对对对对 千万别公开啊 这什么五万块钱当首富 这要让外面人知道 他不得笑死我 没想到啊 您首富竟然如此比调 你现在是前几阶的首富 总是想让人恭维 哎呀 别啊 我真就是个送外卖的 我真不是什么首富啊 林川 臭送外卖的 还敢装 我就不信你有五万的资产 你闭嘴 小不许你 我们能得罪新首富大人吗 你们不会真把他当成首富了吧 他自己都说了 他就是个送外卖的 咱们可能会有五万的资产吗 一定是系统出错了 一定是 林首富 江明这个混蛋竟敢侮辱您 我这就把他赶上去 来人 把他八卦了 轮接上去 快快 把他赶上去 你 Atlanta 我这 你呢 我的铺里您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那个 你们玩吧 我先走了 助于是不大人 来晓星台键 让他让他说 快走 你 你说 女兒 今年的手不出水你快猜猜猜 爸您就別鬧了 年年讓我猜年年都是您 除了您還有 沒有 今年的手不 是一個叫林川的年輕人 他的總資產 高大極昌 林川 既然能打破咱們家十年長年主持的紀錄 那他是做什麼的 偏向去的外賣員 總之 此人甚至非不 我不想結識 奈何他從頭到尾 沒對點瞧我一回 那還挺有意思的 我得去問 沒事 小姐我們到了 是不是弄錯了 您首富怎麼會在這種地方 小姐根據調查 您先生好像要自己偽造成了一個外賣員 小姐看就在那 哎呦哥 哎呦不好意思 那個路上來的慢 搭過來的 什麼 並差平啊哎呦哥 早就聽說欣賞首富如此低调 沒想到他竟然為了隱藏身份 把自己偽裝成外賣員 還讓人找不出任何破綻 如此之人 我馬甲不能與之為敵 沒有瞧我 哎呦呦服 小姐我爸 他竟然敢不是你的 在京海还没有人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有没有 看来我爸说的没错 你他的身份 根本不会正眼瞧我马甲硬 走跟上他 接着 接着 林春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 上屋矿工干的人我为你送啊 没有我接着呢 我没想干我就是他起家 不是我们天很孝孝庆 三江 还行啊 哈哈 你当我这有便室呢是吧 还有双修班 不是哥 你房子不交了吗 车买了那就请着啊 不是哥我这不是太累了吗 这样哎呀 年轻人哪就哪有不累的啊 你不好好努力 明天哥怎么给你取个嫂子呀 这不是 哎对啊 今天上午换工啊 我都全扣啊 喂 凭什么 就跟老子是站长啊 你的饭碗都是老子给的 你盗什么盗 盗不盗了 你背贴谁呢 你爱干干不干就滚 你不干有的事啊 那你把我这一日公司给三千多 多少 公司老总一天都挣不上二了 你张嘴过要三千 一天这么大 你唬谁呢 什么公司老总挣不到二 你一个人光吃我回购我的一万多了 放屁 股票又一万块钱回购 我走得成手术了 今天这公司是够人 你那臭做外卖能把我怎么着 干什么 你老远就替你耿伤着 真把外面再做出自己家了 林川 你不去做外卖啊 在这干什么呢 白经理 我脱了要公司 他不给我 还骂我 白经理 你别听他胡说 这小子脑子有病 他乱要钱不是不怪我啊 哎不就是公司吗 多大事还至于吵 都多大人了 不嫌害臊啊 多少钱我给你 给我三千五就行 多少 三千五啊 三千五 你是在地府送外卖吗 乱的名利 来人 把这个活带给我插出去 啊 我这要我公司 凭什么给我走啊 哎 三千五 你这哪是要公司啊 分明是要我的命 快点 给他拉出去 放开他 哎 首付千金 不知人家大甲光临有何贵干 有什么事情尽管分送 不要再这么叫我了 我爸一定不是首付 啊 首付大人换人了 你属下斗胆问你一句马贱金 这新任首付是何总是什么 京海市的新任首付就是他 林川林先生 什么 京海市的新任首付就是他 林川林先生 什么 那个马小姐 您真没叹歉 他怎么可能是首付呢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林首付 您坐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您 还请您见谅啊 哎呀 这脸啊还是丢到外面来了 金无能 你好大的胆子 连林首付的工资你都敢苛扣 从今天开始你的站长不用干了 给我去送外卖 什么时候把林首付的工资还清 什么时候结束 哎 这里 我错了 这么多钱 送完吧 我一辈子要还不完呢 那你就下辈子接着送 来人 我拉出去 白周人 白周人 林首付 不知道这样的处理 您还满意不 你别叫我首付 我真不是什么首付哦 马小姐都承认您的身份 您怎么可能不是首付 算了算了 随便你们怎么想吧 我走了 林首付 我又你大众 我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那我这么多人 说我是首付吗 我都丢人丢到家了 哎 女儿 你首付怎么说 对不起啊爸我搞砸了 怕是会得罪林首付了 这下可糟了 我本来以为明天项目竞选的时候 还指望着林首付帮忙呢 不是啊这下可没有希望了呀 我们不能坐以待毕 打牙发散下去人手 寻找首付的位置 那个 我知道林川在哪 他跟我发消息了 他才参加京海大学的校庆 什么 你竟然有林首付的联系方式 既然知道了位置 大家一同备上厚礼 跟我一同去给首付大人道歉 周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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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收入是多少呀 不多 一年啊就挣个五十块钱吧 五十 这么多 周绅你真厉害是我的十倍了 周绅 周绅 你这么厉害 带到我呗 好说啊 如果上大学的时候跟着的是 而不是林川那个飞 早就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了 周绅 提那个晦气的东西干嘛 我们俩一毕业肯就分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林川 我们来参加校庆 你来凑什么热闹 咱们 不是校庆吗 我也是京海大学毕业生啊 今天可是京海大学的知名校庆啊 来的可都是年薪至少好几块钱 混的差的可一个都没来 就你 还厚着脸皮来参加呀 林川啊 我记得你是个送外卖的 一年啊 能挣上一分钱吗 怎么有脸来参加校庆的 还有 今天的校庆可是有捐款环节的 最少啊都是一块钱钱 你有钱捐吗 一块钱 我买辣条上面就是一块 这点钱我拿得出来啊 你辣条人生做的呀 一块钱一把 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听说昨天刚公布的首付也叫林川 你这个林川 要是有人家万分之一就好了 你们说的是昨天那个什么富豪宴会 哦 那个林川就是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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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 你是送外卖送傻了吧 大白天开始说胡话了 你一样是首付啊 哈哈 我的首付他爹 昨天那个事呢 他就是个误会 我猜五万四傻 我猜五万四傻 林川啊 说够了没有 你要是有五万块钱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 今天啊受邀的各位同学 哪一个不是行业的巨头商业的名贵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来这里混吃混喝也就算了 竟还敢口出狂言说自己是首付 你看我今天怎么叫 小赵 李川普老校长来了 哈哈哈哈 都来了 哎 同学们好 哎呀 哎呀 非常感谢各位杰出的校友 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京海大学的百年校庆啊 哈哈哈哈 在这个时间红热的冲霜下 京海大学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建校历史了 但如今呢 学校的很多教学楼啊和各项基础设施都已经陈旧了 嘿嘿嘿 固子希望各位校友能够为母校的扩建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啊 啊 校长 您这也太客气了 京海大学是我们的母校 我们自然愿意为我们母校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啊 是啊 如果没有学校的薪薪栽培 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样啊 我带个头 二灵界范季愿为学校捐款十元 好 一九届留情捐款十五元 好 一九届元华捐款二十元 你找我的儿子 感谢各位杰出的校友啊 啊 一九届收集 捐款一百元 一百元 还得是我们装扫大提啊 啊 你们一个个都说自己是商业的名流 结果才捐一百块 你们也太小气了吧 你们一个个都说自己是商业的名流 结果才捐一百块 你们也太小气了吧 我还以为你们是真想为学校做贡献 搞了半天 是走个流程啊 这位校友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校长啊 您太客气 这点钱不算什么 就算啊 我为咱们母校的教育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了 既然这样 校长 我们不妨就将新教学楼的名字以周少的名字命名吧 就叫青楼 怎么样 一百块你们也能这么跑 脸皮可真够厚 什么青楼 都说什么呢 周少 您别误 我倒是觉得啊 这个题不错 你看 青楼 寓意着咱们学校的学子都能平步清原 以后啊 都能像周少那样成就斐然啊 袁哥说的有道理 青楼确实是个好名字 从这里出去的人呢 以后都是平步清云步步高升 没错啊 周少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一旦以周少您的名字命名啊 那这些学兽以后肯定是平步清云名流青史啊 哎呀 各位同学 太过奖 过奖 林川 你个废物 他们笑什么 青楼 我亏你们想得出来 总共猜决一百五千 你们也能这么恭维 你觉得一百块减少 那你这位新进的首富大人 打算捐多少 你觉得一百块减少 那你这位新进的首富大人 打算捐多少 周少 他就是一送外卖的 一身情酸味 他能捐什么呀 难不成给学校捐几份盒饭呢 哎 他要是敢捐啊 那个学校也不敢要啊 林川 你说你是新手 那随随便便捐个几百 应该不在话下吧 少再是误辱人了 我虽然这个送外卖的 但几百块我还能拿得起呢 你放屁 你一个送外卖的 吹牛 也得有个限度吧 几百块钱 都能建一栋楼了 你呀 真是琢磨鸟上述 全凭一张嘴 就是 没钱就承认没钱 装什么大一个狼啊 京海大学 用你这丢人的玩意儿 简直就是耻辱 优人性 今天在座的各位校友 给母校军多 那都是各自的一份心 如果有人在这里骗吃骗喝 我想 应该不配出现在这 大家说是不是啊 相机就不配出现在这 保安呢 酒店的保安 把他给我护出去 还不快管 还真要等到这里的保安 动手把你扔出去 赶紧的啊 不捐的 不配坐在这 谁说不捐的 我虽然是个外卖员 但我也想为母校出一份力 就你啊 还想捐款呢 自己都需要募捐呢 你能捐多少好吗 一分还是一毛啊 校长 我捐一千 下什么 一千 校长 我捐一千 下什么 一千 这个中学 你真的要为母校 全赠 一千 没错 为母校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嘛 林川 你可别吹牛了 一千块 都不重建整个京海大学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送一百倍子 你拿出这么多钱啊 一千块钱能建什么大楼啊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自己哭哭嗦嗦的 不让别人大夫了 我周家在京海 也算是名门望族 一共也就才几百块钱的资产 你一个送外卖的 哪来的一千块钱啊 林川 我和你大学在一起两年 你多长多团 我还不知道吗 你要是能拿出一千块 老母初都能上述了 不是我说 你们这一大群人 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看来你们混的还不如我呢 你们不信 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吧 周 怎么还有个吊牌啊 这衣服吊牌都不沾 是不是为了穿过以后再会啊 果然是个穷屌丝啊 不是 我就好像忘带现金了 够了林川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陪你演戏 穷逼就是穷逼 没钱呢 就别装逼 我就说嘛 他一直在装钻 真到真章的时候 我令 就露出 没那金刚钻 别来着刺激活啊 你这不是消遣咱们校长 不是啊 我真有钱 我就是忘带了而已啊 林川 装逼装上瘾了是吧 你看我今天怎么要去瘾 我看谁感觉临手不无理 我看谁感觉临手不无理 为手他竟然是上京守护马华元 他的资产可是高达一万啊 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只是守护 那个微胖的是金海竹家的家主 那个穿气袍的 是上京极端的老总 这些人都非富即贵 难得一件大人物啊 难道他们也是来给金海大学校青 献礼的 马首副您来了 您来到这儿 真是让我们澎壁生辉啊 这样 我啊 代表金海大学的全体同学 向您表示最真挚的问候 你是谁啊 毕人呢 周青家父周华强 不认识 赶紧让他 咋个道 听说林先生 连首副大人都给他驱功 林川什么来着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 听说林先生的母校 今天校庆 我们肯定要赶过来祝贺呀 周副大人 你们会不会认货了 他连我们学校的捐款都捐不起 他屌丝 他怎么会啊 放 谁说林先生捐不起款 我马家 以林先生的名义 为金海大学 捐五栋教学楼 我安家以林先生的名义 为金海大学 捐赠五栋宿舍楼 我朱家 连以林先生的名义 向金海大学 捐赠三座实验室 我王家 也以林先生的名义 捐赠一栋游泳馆 不是 你们为什么帮我啊 林先生的母校 也是我们的母校 我们自然要为学校的建设 添砖家网 你们 当真要为金海大学 捐赠那么多的东西 自然是真的 那老夫 再次 多谢诸位了 校长 别客气 要谢 就谢林先生 有林先生 这么优秀的学生 是咱们金海大学之姓啊 还有你们几个 竟敢得罪林先生 还不赶快道歉 林川 我们错了 实施我们果眼看人第一 对不起 林川 对不起 林川 看在同学的份上 你就少了我 怎么 现在想起来我是同学了 刚才你们咄咄逼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啊 周青 是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金海三大家族联合 封杀你 那个 能不能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报我呀 那不是因为您是首 趋一指的大善人 林先生 不想让人知道那首次的身份 你忘了吗 是我反应过来了 林先生 我们睡觉是想请您帮忙啊 哦 那这里不太方便 我们出去说 哎 二若西 你们找我什么事 林川 今天找你来 主要是有个事 想请你帮忙 帮忙 我一个送外卖的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明天 金海市和江北市 要重新竞标 洞庭楼阁的开发项目 有了这个项目 咱们金海市的经济 就会重新换发生机 但是目前 我们手中的流动资金 还不足以拿下这个项目 所以 想请你坐镇 明天的拍卖会 我去坐镇 我现在工作都没了 我又没什么钱 恐怕帮不了你们 林先生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才来请您的 都怪江明那个混蛋 他退出了 金海市的竞标合作 还转身将钱 投资给了江北市 要不是他呀 我们压力也不至于这么大 而且听说 明天 山江北市的竞标代表 就是他 林先生您放心 我们只是请您坐镇 以备不实质取 毕竟 您是咱们金海民意的首富 我就说 不万贯怎么可能投首富 原来是想让我当金海 是不是等叫我来 差点信了您这些街上 爸 你说 林首富会因为我暴露他的身份 而拒绝我们吗 你先别说话 别储怒了林首富 林川 那我答应你们 不过事先说好 这个忙我不一定帮得了 好 那明天就由安小姐和您代表咱们金海市参加竞标吧 我 我不行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还是换一个人吧 咱们这里就你跟林先生比较熟悉 你是最合适的 若琪 还是你陪着我 有什么问题 我也好方便直接问你吧 好吧 林先生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林川 你为什么答应 让我陪你来派门会啊 他们几个 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 你看如果去我才更放心吧 怎么 你就那么相信我 你就不怕我 也是个骗子 不跟你开玩笑了 这是三百块钱 还给你 一些小钱不用还的 那怎么行 有句话说的好 有些有还 再就不难 千万是三百块钱 那份是什么时候做得这么轻啊 林川 我早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今天来参加校庆 不就是因为还对我念念不忘吗 这出戏不就是演给我看的吗 我靠大哥 咱俩都分三年了 你哪来的私信 你这么不要脸啊 林川你就承认吧 我又不是不答应你 只要你给我在京海买套房子 我就跟你复合 不是 你这人有病吧 我有女朋友来 我告诉你啊 别烦我了 你撒谎 我早就打听过 你自从跟我分手之后一直单身 肯定是因为心里还有我 她没撒谎 我就是她女朋友 我不相信 你们两个就是合伙欺骗我 现在行了吧 可以离我们远点了吧 你 你们 臭标脸 那那个 刚才 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你之前假扮我男朋友帮我 现在我帮你 咱俩扯平了 不不就我 你你先别说话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明天拍摄会见 拜拜 我你刚才 我我我我 老公你醒了 我去给你做饭 那你别到我说去 你你你你怎么在这 我我都已经结婚了 我不住这住哪 结婚了 嗯 那你让我亲一下就行 你你干嘛啊 我 我 我 你你几点来还不起床啊 你几点来还不起床啊 你凤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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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来等我呢 早餐你早餐 他没吃呢 我们下面的项目是城东道路规划项目 起拍价是100 莫宝 这个先生二百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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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刀的吗 三百一次 四百 若曦 我们又见面了 听说你这次是代表金卡式的情形 不过没有我江家的支持 你想吃下这个项目可没那么容易 江明 你不要得寸警示 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如此被动 谁让你在宴会上得罪了我呢 不过 只要你答应我之前的要求 嫁给你 我就把资产撤住江北市 赶紧 不用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比你更好的好处人 你不会真把希望寄托在林川那个废物身上 他就是个骗子 你也真够傻 居然相信一个臭松外卖的 能有五万的资产 就算他有 你觉得 那凭什么 恭喜星云集团拿下城东项目 你还有二手 好好相信 好 好 好 我个屁子 没据钱呐 哎 不好意思啊 忘了哈 多少钱啊 哦 那都给你来说 不好意思啊 哎 你现在还装了 这台 呸 你收开钱 妈 现在这吊蜡脑砸我脑袋上了 看来 这个废物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可惜啊 答应我的要求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不必了 他刚才给我发消息 他已经到我们了 哈哈 到了 但是你别忘了 这里可是大厦最大的拍卖会场 你觉得 他一个臭松爱卖的 要怎么进来 啊 啊 哎呀 哎呀 欢迎来到酒桌开卖场 请您去请您您的邀请 啊 邀请函 他没没告诉我邀请函 邀请函 放心 无论是白毛的 那美女一点心意 请收下 一百 真是一百 现在这不合适啊 啊 这太少了吗 那这样 我再加一百 再加一百 呦一百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我到底拦了什么大人物啊 先生 你拿回去吧 我不肯要你 你真有什么不敢的啊 放心 我给你钱 你让我进去 这个事 天真地孙 你是我这 不会有别人知道的 不是 我是这个意思 哦 那我明白了 你还是天生 我再加一百 两百 三百 四百 哎呀错 我全给你了 你让我进去吧 揪你了 先生 我错了 我不敢多连看人民币 你这钱太多了 我不敢要 你拿回去吧 我我我现在就放你进去啊 来先生 您您里面请 来来来 我带您进去 哎这边这边 你那一早上的后面 哈哈哈 您请进去 您请 是呀 看来这拍卖会也不是铁门 白是让我进来了吗 请请请请 别等了 林川啊 恐怕已经被门口的保安管轰走 谁又在说我坏话呀 林川 我这 还真被你给混起来了 你知道这里来的都是身价上千只 这是这里的位置 你配做 林先生 需要给您的位置挪到贵宾厅吗 什么 贵宾厅 那里不是只有资产高达两千只人 才有资格进去吗 他平了吗 我不同意 这位先生 请问您家是住海边吗 不是啊 不住海边 你管那么多干嘛 林先生 请问要挪到贵宾厅吗 啊 我在这坐着下 好的 这就帮您安排位置 起 哎 林先生不坐 林先生 您请坐 有需要您再叫我 下一个 是洞庭楼阁的开发项目 起拍价 无法 五百 和我们预估的价格差不多 只要江明富裕采价 我们青海就能拿下 洞庭格这个项目 五百万 这是起拍价 这随随便便就是几栋房了 买的还是块张碗砸死了废底 不有钱人都这么好喝 若显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竞标的项目 现在还没什么人出价 起拍价应该不会太高 我出六百 我出七百 这个新人 你看一眼吧 上了就是一百万一百万的价 我送十年外卖都动不了这么多啊 照这个情况下去 林川 我怕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忙 帮忙 这是怎么帮忙啊 我这五百块研究都绝拿着的也帮不了你啊 没事 这东西我也帮你想办法 哎呀 这有些人哪真是吹牛逼不打草稿 你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也一个穷逼 我看你兜里啊 应该是比脸都干净吧 竟然你这么执迷不悟 那我就让你瞧一瞧 咱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呢 我出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五 江明 你这是恶意财价 不信 你这话说的就叫难听了啊 这拍卖嘛 价高者 这么好的项目 我江家自然也想要啊 九烧的江东子出价一千五 还有比这更高的价格吗 林川 你之前装的不是很有钱吗 怎么不出价呀 不会是怕一会儿没钱 被拆穿了 哎 我有没有钱关你屁事 不行 咱们差多少 捉 继续捉 我就不信你能补下剩下的钱 你真是痴人说梦 这次我和马老板周老板 一共准备了三千 来应对自己的开卖 照这个情况下去 至少还差八吧 好 我出去一下 你等我一会儿 林川 若西啊 他说他出去 恐怕呀 是跑了 林川不是这样的 这八百万我上哪去凑啊 不过 若西和马老板都看着笑 应该不会亏钱 啊 喂 是那个王航长吗 你好 我是王航长秘书 请问您是 你好 我是林川 那个 我想借点钱 好的 林先生 那你打算借多少款呢 我要借个八百 不一千万吧 多少 先生 你知道一千万是什么概念吗 一千万都可以把低球买下来了 我借你还是去隔壁精神病院借吧 这年头这是什么精神病都没有 我借个钱你骂人干什么 傻波仪 不借就不借骂人干嘛 我借个钱 行长 刚才有人找你打电话说借款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都能把地球买下来 这样你赶紧给他开票 让他去医生病院借 这年头这是什么神经病都没有 小丽啊 你刚刚跟我不久 这种电话就不要紧 免得打上我的好事 行长 可是他打的是您的私人电话 您说过您私人电话 我必须通知您的 私人电话 那他有他 他说他他他叫什么吗 好像叫林川 李首付给我打不去 就是那个在咱们银行 团了五万的精骇首付 行长 可是我刚才打电话 骂他是神经病 他可能不会再接了 谁吗 你敢骂李首付 不是 我刚才不是也骂了 嗯 女人 这些事情不用再提 再提就不宜 这样赶紧背车 所以我去和林川 抱歉 呦 还敢回来啊 钱凑够了吗 不好意思 不是 没弄到 没事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哈哈哈哈 想办法 你们那有什么办法呀 这钱呢 把你卖了都凑不够 曼琳 重够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您穿这个废物 这是装的 开个速外卖 他能有什么钱呢 Coun 这张卡是我唯一的集顺 你们钱不多 你希望能帮我 我 什么 经历人至層金卡 我 没人呢 把东西抓起来 等等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找小偷了 你把话说清楚 谁是小偷啊 当然是你 这张至尊金卡 可是你们京海市京海银行 最高级别的会员卡 用签的额度 流动资金至少两万以上的人才被拥有 据我所知 你们整个京海市 还没有人拥有这张卡 什么 冰川 原来你刚才离开 持续偷卡了呀 你胆子真大呀 连至尊金卡都敢偷啊 你就等着吃一辈子捞饭吗 放屁 这张卡是京海银行的王行长亲自给我的 文宇 我呸 你真把自己倒在身上 也不照着镜子 看个机器配不配 竟然敢盗窃至尊金卡 你真是散打了 竟然行偷窃之事 为这一时的面子 我做这种事 真是丢脸 你们少听这血口 林尚不是这样的人 还在这狡辩是吧 哎 你们两个是一起的 看来是同伙吧 敢在我们拍卖会偷东西 来人 把他们两个 一起都给我抓去 那不是 这卡不是我偷的 我看是谁敢动林先生 我看是谁敢动林先生 王行长 您怎么来了 来得刚好啊 我们刚刚抓到一个偷至尊金卡的小子 王行长 你终于来了 你一个小偷 还敢跟王行长套近花 汉三啊 你现在能力是真的可以 哎 行长 这都应该的 来人 两张嘴 对 行长 这种人啊 就应该呵呵的打他 一个臭送外卖 一年都挣不到一分钱的废话 还敢跟老子去 大胆 竟敢辱骂林先生 该打 行长 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该打他呀 打的就是 你们这种有眼无珠的人 林先生 是我行的贵客 他手上那张至尊金卡 也是我亲手 送到林先生手中的 王行长 您搞错了吧 他一个出送外卖 怎么能是贵客呢 我呸 林先生可是人中龙凤 怎么可能去干 那种下等的活 我看你才像个送外卖的 我之前确实是送外卖 你看 他自己都承认了 林先生去送外卖 那是甘愿降低身份 陶冶情操体验生活 这就是你和林先生之间的差距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得罪了林先生 哎 有脸在这站着 来人 把他给我托出去 从此以后进去 他出现在九州旗下 各种拍美好 林先生 你给我等着啊 这事咱俩没完 你怎么够等的 还用没 赶紧给林先生道歉 不是个古蛋 林先生 刚才是我又言不知太善 我上一个老下一个小的 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 算了算了 你也是为了拍美好 跟你没什么关系 谢谢林先生 林先生虽然原谅了你 但死罪可免活罪可 从今天起 你叫到门厅做保安 正好列了你的眼力劲 是 荒长 嗯 那个 荒长 嘿嘿嘿 现在这个 排卖会可以正常进行了吗 哎 这个本来就是您的 我们现在就给您去办 哈哈哈哈 哦 林川 今天谢谢你了 都归你 近海市才能拿下这个项目 嗨 能帮的你就行了呗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啊 你问吗 你 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 啊 没有啊 哦 那我知道了 你问这个什么 哎 妈 哦 行 我一会回去 怎么办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妈让我回去参加我表弟的生殖宴会 让我带着个女朋友回去 我这时候去哪儿带女朋友 要不 我办你女朋友吧 这不好吧 这又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哎 你都帮我那么多次了 就这么说定了 我回去换衣服 一会我来找你 爸 啊 哎呀 谢谢谢谢 谢谢 哎呦 恭喜 谢谢来了 哎 来来来来 这快 啊 二舅 我们位置呢 哎 你看 我这老糊涂了 忘了给你俩留作为吧 反正也没关系 你俩就两个人啊 来坐这吧 就坐这小桌 不然 来 给这小桌 下两个清淡点的菜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坐这边来 哎 爸 怎么出来这都是客呢 管管 海鲜吃得放吗 哦 说得我 见 服务员 去东南海的汤 顺便加排名 吴地风 你这个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 比你们家一年几分钱的收入 怕是没拦就 经济就先吃饭了 我怕你们吃太好啊 吃不惯啊 要是再糟了 是 体不是太浪费了 对不对 那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 多久呢 小空是在对 对对 就你们娘俩 别说吃吃啊 看着我看 真要吃坏了肚子 那就得不常识啊 对吧 是啊 姬姬 小通话也是个厉害女的高兴 好同年俩吧 就老老实实的 喝你们的海淡汤吧 啊 你们别欺人太甚了 我就欺你怎么了 你也不杀了 我叫照着 这些什么可惜 一个说送外卖的废物 要不是我爸叫你来 你以为你真骗着我一个豪像呢 要不是我爸叫你来 你以为你真骗着我一个豪像呢 你们要是不欢迎我就直说 没公司在这陪你们玩 好 村儿 算了吧 我是亲戚 是啊 别想气 我说着他 你村儿 怎么跟你两个说话 不要以为自己当了暗示集团的经理 就瞧不起人家送外卖的啊 走 让心里去 走 恭喜恭喜 一方当了暗示集团的经理 这个时候咱们听了还是三十五十 你们可就要飞黄成达了 啊 哈哈哈哈 是啊 小峰有充气了 不像林川 从小就不省心 长大了还是一点充气都没有 听说 是不外卖的 还被人开除了 哈哈哈哈 这却是一家人对你 我现在呀 也得一半半了 这一个月呀 主播挣一块钱而已 一个月挣一块 什么好疯呢 我送外卖一个月还两百呢 哈哈哈哈 两百 还真有处意 哈哈哈哈 李川 我说你也太多处意了吧 两百块钱 我说这两百块钱 你送几百倍在外卖 你对你 小峰 你送外卖一天能挣两百 你你不会是干什么别反的事了吧 啊 我真是送外卖 争的 姐姐 我说你这人是送外卖 被太阳晒傻了 都开始说不话了 有你们这个靠谱的吗 我虽然是送外卖 那我一天挣两百还是挣得到的吧 你赶快闭去吧 别再吹了 说吴定港 我看在各个亲戚的面子上 在公司给你找个当务啊 不不比 送外卖风吹日晒晒 你太麻烦了 错了 那某个工作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雷川 你就别嘴硬了 虽说给人看大门是丢人了一点 但是当狗有当狗的好处 你就随便摇摇尾巴 说不定人家就能赏你个几分钱呢 啊 大哥 都是你家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怎么不吃好歹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儿子好吗 临川也老半不小了 送外卖一个月真的 那不跟药罐的有什么区别 会有女孩子能看得上他吗 大哥 我儿子是有女朋友的 就他这样的能找到什么样的对象 我儿子 李峰的女朋友 那才是有钱人啊 钱的谁家 他给他把这辆车 给什么 宝骏 是吧 爸 什么宝骏呢 宝来 碰 碰 碰 哎呀 哎呀 这只好啊 这只好啊 也不是什么很贵的车吧 不过呀 像您这这样做外卖的 恐怕几辈子都买不起吧 啊 是吧 爸爸什么好炫耀的吧 你 哈 您说 听你妈说 你女朋友是个总裁 你很有能的呀 叫过来 叫大家都看见呢 是啊 是啊 你现实中我还真没见过女种才长什么样 叫就叫 他才来路上 马上就闹 哈哈哈 林传 你是真能吹啊 你说你一个月三厘前的工资 有哪个功能都看得上你啊 说了他马上就来信不信有你啊 好 你表弟我呀 你表弟我呀 也算是商界的人物 你说说 我看看呢 我听没听过他 我女朋友叫 哦 安若熙 什么 哦 安 若熙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你变个人也不是变个相样点啊 啊 那安若熙可是安氏集团的总裁 他怎么可能是你女朋友啊 你吹牛啊 也那股仙女嘛 是啊 林传 谁不知道安总裁是我们金海的商业女王 这种人物 你也配和人家在一起 真的是 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不信我也没办 哈哈哈 你还真是大人不惨啊 林传 像你这种抽搐卖卖的 连安总的面都没见过吧 啊对 风哥 你现在可是还是机车主经理 你见过那位美女团员 那是当然 安小姐可是大人过 怎么可能随着别人抽搐卖卖的见到他 再说了 以我在公司的地位啊 我可是和他比较熟呢 我俩啊 可是 不为知己 还是李峰有时候 竟然获得这样大英国的傻子啊 哈哈哈哈 那我和若熙再起这么久 我没听他讲过你啊 林传 那安总的名为 岂是你能说的 爸 我实在受告他了 赶紧把这两个废物赶出去 李翠君 给你机会你不忠用 你还是赶紧带你儿子滚吧 以后出训 可别说自己是我们的亲戚 我跟他丢不及着脸啊 不是 是 赶紧把 赶紧把 把这两个废物赶出去 赶紧把 走 走 我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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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俺是集团的总裁 安若西吗 他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儿子现在是按事情的经过 肯定是从我儿子来的 但是我虚拟说的有道理 安总四有八九是冲你风来的 没想到 李风的面子如此之淡 难道安总 真的是为我来的 见过安总 没想到我 您能来到我的圣职宴 哎呀真是属下的荣幸啊 你是 啊在下李风 是安氏集团商务部的经理 李风 你和林川什么关系 我是林川的表弟 安总您认识他 是不是这个臭松外的 哪里得罪你 你来了 林川 你这个臭松外卖的 离安总远一点 你爱了安总的眼 你担待得起吗 是啊 可安总可是我们家李风请来的贵格 我不是你这种外行人在边的人 真是一点理数都没有 安总 我马上把这个爱的文章干出去 请你们多敬礼啊 各位我想你们很能误会的 我 是来找林川的 我是他的女朋友 你是林川的女朋友 看来林川真没复合 他真找了一个大公司准裁做女朋友 小川 他真是你女朋友 是啊 你是不是被林川这个球小子给骗了 他就是接上一个臭松外卖的 怎么都陪着上你呢 是啊 咋是个臭松外卖的 林川的林川啊 你说你骗人 怎么骗人 他骗人 你别担当头上了啊 林方 我劝你说话过过脑子 你别那么蠢行吗 你不信可以问他啊 我和林川在一起 是我自愿的 还有 我跟谁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 你别那么蠢行吗 我跟你们做没有关系 你是二十几成呐 你不开始了 安总 安总我知道错了 安总 安总 我是林川柳姐姐 咱以后都跟一家人 有个机会 不是跟我道歉 林川 哥哥 咱们跟一家人生生 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错了 哟 你刚刚不是 请教不训呢 哎 怎么现在呗 快起 怎么该下回 林川 都是一家人 你别太计较了好吧 好啊 但他要为刚才的事跟我妈道歉 孙孙 都是一家人 算了 妈 他欺负了你就得让他们道歉 林川 老子好生好气跟你说话 你别给脸不要脸 让我给李崔崔道歉 不可能 再说 要不是我们李家 你们那俩早饿死了 你什么好意思说 我妈这些年一时给你们李家做事 一分钱都没有 要没有你们我早都过来更好了 你崔崔 看看你这个好儿子 对自家人现在都这么狠心 出去了 就是狼心狗肥的混蛋 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村呢 小村他不是那种人 你给我闭着你 嫁出去的女儿 喝出去的水 今天一看还真是如此 你和你儿子一样 都是万万富一之土 我们李家这么多年 真是白饶了你们 妈 妈 阿姨 周叔 妈 我工作 我工作 妈 放心 我自有办法 林川不是安若曦的男朋友吗 这次 不再要拿回工作 还得当上公司部总 不是 那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他都已经这样了 怎么样 他敢不给 今天我回去 就通知你几个爷爷还有叔公 让他们来给咱们爷俩做主 到时候不怕他不给 爸 还是你高啊 你这应来的那句话 胡子 胡选父 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妈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妈没事 妈不会累你了 妈 你说什么呢 妈 这些人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把身体要不这样 你这傻孩子 伯母 你怎么样了 若曦来了 我已经好很多了 哎 你跟小川 到满一步了 妈 怎么了 谈朋友 妈 就不能问问了 若曦啊 可是个好女孩 你以后啊 可不能欺负她 若曦 这兔崽子要是欺负你啊 你告诉我 我替你收拾她 知道了 哎呀妈 你先歇着吧 我出去和若曦说点事 嗯 那个若曦 我妈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哦 对了 医生说我妈的病情怎么样 医生说 阿姨是因为多年操劳 再加上几个工薪 才导致的婚异 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行吧 若曦啊 真是麻烦你 你先回去吧 可是医生说了 要做好24小时 陪护的准备 要不我留下来照顾阿姨吧 那怎么行啊 你还有那么大的公司要吧 这事怎么好再麻烦你 我一会儿去给我妈找个护工就好了 那也行 正好我有个朋友就是开护工公司的 你可以去找他 他那的人都很专业的 好 你就是安小姐介绍过来想要请护工的林先生吧 哦 是吗 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我姓范 范老板 我想问一下 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护工 对啊 这些可都是我们公司的好手 哦 哦 李先生 你别误会 他们做这些锻炼呢 都是为了更好的 无病人 力气大赛好干活嘛 啊 是 李先生 这里有点操作 去 去 李先生 不知道您对护工这有些什么要求啊 我想找一个全天排护 能够24小时到我母亲的护工 那你来我公司啊 可真就是难对了 我们公司是全球最顶级的护工 只要你有要求 我们绝对可以满足你 只不过呢 我们这价格可能稍微有一点贵 不知道您打算出多少 请个户部 一天两百应该够吧 两块钱 二百来就行 一共二百 不不不不 二百不借一天 一千二百 他怎么了 啊 太少了吧 啊 我可以再加点的 够了 绝对够了 小敦 去把萧维然给我叫吧 好的 方便 林先生 您稍等啊 人马上就来 老爸 叫我什么事 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小心我剁了你 哎呦 萧维然 脾气别这么火爆 还有客人在呢 这个呀 就是我们公司最顶级的特工 哎不 护工 萧维然 他一定会完成好你叫我一下的任务 照顾好你的母亲的 什么 我平时可跟随的都是总统级别的大人物 你让我去照顾病人 这不大才小用吗 我走了 哎 你先别着急走 先听听林先生不是这个价格 我什么价格你不知道吗 再说了 我的能力是用金钱的衡量的吗 二百一天 不够我可以在家 什么 林先生 你不用多说什么了 您从自己的话就是我的财神言了 你这样 我接了 哎 哎 哎 那个 他是不是这有什么问题 你确定他能照顾好吗 林先生 燕燃虽然看他不容易 但是他的右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一定会完成好你叫我个人 让您钱都没话 也是 一天两晚还要杀死 有人都出错了 那 既然这样就这么定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林先生 慢走 您慢走 您慢走 这林川到底什么背景啊 居然出手这么大手笔 他呀是咱们京海市的信任手术 你作为咱们公司最顶级的客户 一定要完成好事照顾他不行 放心吧老发 我出道至今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已经查到了 林川和他妈就在这个医院 爷爷 二爷爷 三爷爷 林川呢 他不见同租是行 故意想我赶出安氏集团 你们可一定要为我作主啊 放心 丰儿 这事就交给我们了 一定会成为那个 什么 安氏集团那个副总的 那丰儿啊 就在此多谢几位爷爷了 那你们先在这些的 我这就啊 将他带出来见你们 你不好 孩子 你举这些累不累啊 要不歇会儿 阿姨 我没事 想当年我保护美国总统的时候 我手里提的可是RPG导弹 这些在我眼里都小玩具罢了 孩子 你是不是太累了 都开始说胡话了 你也一天多没睡了 要不你回家歇会儿 你我这儿呢 我自己没事 阿姨 我可是我们公司 最专业的护工 你就放心吧 想当年我最高级了 可是五天五夜没睡 我们公司没人能比我呢 阿姨 你就放心吧 有我在 那些肖小之辈 进不了女生 哎 病人还在里面休息 您现在不能进去 我们李江的地盘不让我进 起来 出去 哎 什么问题吧 我不是 不要 老公姐 我的挺滋润的 你是谁 你到这干什么 我是临川表弟 临川那个废物呢 你也干什么 小村不在 那既然临川不在的话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喽 看他会儿 你你给我出去 我不想看看你 阿姨 亲密的机构 赶紧出去 阿姨现在情况不好 你受不了自己 他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 我今天就在这儿等着临川回来 受不了了 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赶紧滚 不然老子废了你 哈哈哈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他妈敢卫生我 你必须给你点救 我 发了 你 你救你 老娘 你也哪个老娘动手 老娘一举手来打你发发 小婊子 你能不能给你这颜色看 赶紧 赛 推运打车 你又是谁啊 啊 该不是林车 在外面找的拼头吧 都有安总的 还在外面养小三呢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我是林先生请来 照顾阿姨的护工 好 好啊 有钱想护工 没钱给我这个表弟找工作是吧 金串这个杂志表 真是他妈忘恩负义无耻之的 你胡说 明明是你们心无小村的钱 都是一家人 我说咱俩俩怎么了 林川 有点兽钱 就忘恩负义了 就忘本了 林川 就是个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这图 不好 我儿子 不是那种人 阿姨消消息 让我来处理 你赶紧给我回出去 有任何的事情以后再说 阿姨现在受不了死 林川今天不回来 我还得不走了 你个小伙母 那帮我怎么样 你 你什么你你当总的 我你 我什么我你当总的 我你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峰啊 让你喊个离才那么慢吗 小峰 敢把我女生的来的 我看你是混音了啊 啊啊啊 啊 再把双钱一步 还打得你文版地找啊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你今天太热事 你太热大事 老子今天没把你腿打折了 哎 哎 敬场病房 刺激林阿姨打扰林阿姨休息 就跟死你 老后名阿姨就是我的任务 你没事吧 你给我等着 小峰 给给林阿姨我们咋打电话 林阿姨 那丁堂里那个母老虎 是你找他保姆是吧 啊 我告诉你 你是故意先往防我们是吧 好啊 一会爷爷他们就来了 你等着瞧吧你 不是 谁让你去找我妈的 到底怎么了 放点什么事 你他妈自己来就失去了 我告诉你 林传马上就来了 等他来了 你就等着开手吧你 闭嘴 再多说一句话 老子笑死你干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他妈问他呀 林先生 这个人不分由说 就闯进了病房 打扰林阿姨休息 并且加起刺激林阿姨 我好说歹说不听 那我就只好动手了 燕燃是我请来了护工 是你们城堂在先 燕燃保护母亲才动手 林传 你他妈听躺着这个贱女 啊 哎 你怎么把我放干净一点 你 你怎么又打我 林传 我已经给几位爷发消息了 等他们到了 我看你该怎么收场 谁敢欺负我大叔子啊 谁敢跟我大叔子啊 三位外公 你们怎么来了 大爷呀 二爷呀 三爷呀 你看 林传不少才能找到那个木兰虎 你们看 你们看给我打的 我可是咱们李家 唯一的血脉了 不要出什么事 谁给李这传宗接代呀 胡闹 林传 你竟然不顾手朱之星 对自己的表弟动手 还懂得什么是李义廉耻吗 二老爷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他抢手病房打扰我爸休息 这不懂李廉耻是他才对啊 好了 今天我找你不是为了说这事 他要许多事情要办 走 咱们进去 站住 进去会打扰林阿姨休息 有什么事 你在外面说吧 你 你是在说我吗 不只是你 是你们所有人 可笑 我们进我们李家的病房怎么了 我们来看我们的职尸怎么了 打扰林阿姨休息就是不想 林传 你听到了吗 他不要我进去 我们可是你的外公 你让人把我们拦在门外 你还懂得什么是尊规备见吗 大老爷 依然说的没错 这你会打扰我妈休息 咱们有什么事在外面 怎么 你也不要我进去 我今天非要进去 看谁敢拦我 是 什么呀 哎 林传 你简直无法无天了 你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小伙伴吗 别拿爪贝来压我 你们几个就是无事不动三宝店 来看我妈没安什么好心 有什么事在这说吧 好吧 今天那事啊 我也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派人把我公子打了 都得给点补偿吧 那你们想要什么 听说你女朋友在安氏集团当总裁 让他把你表弟安排一个副主席 这是最妙的 就算我这权利又怎么样 我凭什么给你呢 林传 你什么意思 芬儿可是你的表弟 咱们可是一家人 你有能力包拳一下 那都不应该吗 包不了 不想包 你是他 走客 哎哎哎 我跟你说啊 我爷子在门 不能打我啊 今天就钻石 你祖宁在这 你救不了你 哎哎哎哎哎哎 你别打我脸的 我我靠脸吃饭的啊 小女娃 有话好说 何必动手啊 别动手啊 打了我尊子就不能打我了 哎呀 你们懂不懂尊老爱幼啊 哎呀哎呦我的老妖啊 IG 您先干 刚才外面那些人 已经解决完了 你 我看没想到 你都在护工这么能打的 没办法 现在护工好像太卷了 明天觉得我碰不下去啊 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放心 在护工行业 我可是我们公司这个 200%的情况 你觉得我可以 对 这这的 这伤残检测报告出来了 我愿意让林凡的小牌是大了 李峰 你的伤残检测报告 结果出来了 什么 天啊 林凡 这不早算了 我可是被人打了 都是天下而学 那我可能是什么 根据鉴定 你确实只是情商 打你的这个人 他没有一拳打中你的腰海 对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是做什么的 看好但是 什么 那这太可恶了 不是 不是 才可恶了 能这样了解 人体结构的人 天生就是做一生的 他去跑街货房屋 这也太浪费天后了 啊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下刚出院 可不能太累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 你让了 啊 这 你们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这房子不送给你了 赶紧滚吧 不是 我这房子坐在街上 你居然要带我跟走啊 我这房子已经卖了 剩下的房租我会退给你 你该趟 上 快 快 儿子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没事吧 我想办法 喂 凌川 喂 若西 那个 你那有没有 能住住的房子 你要买房吗 不是不是 我要租房 我才五万块钱 我拿买得起房子 凌川 过分谦虚可就是装逼了 五万块钱要是都买不起房 这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房子 我已经住了 好了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那里应该有现房 我一会把地址发进手机上 你可以过去看看 嗯 好 走嘛 去买房子 找到林先生的下落了 他在哪 林先生去了龙虎售楼处 现在应该正在买房 买房 对 我知道怎么取得 林先生的人量了 快去准备厚礼 所以我向林先生去道歉 是 小串 这里那么好 咱们能住得起吗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妈 来都来了先看看 先生请问是要买房吗 哦不是买不是买是租 按你们这有今天就能入住的县房 还以为是来什么大客户呢 原来呀是两个穷酸货 真是浪费时间 我们这里新房盖不住 有二手房 这不错啊 那能先带我们看看 看房费 这个书 拿得起我就带你们看 拿不起啊 给我哪来的滚蛋 不是我说 你们不用住我们这儿吗 小串 咱不买这个 妈 听着 这钱说什么也都让他们做 我看你们两个这点皮可真够厚的 交不起看房费 你什么自己没钱啊 就是 还说什么这钱不让咱们赚 不是你一个租房的 你在这儿装什么大一巴朗呢 有你们这么误估人的吗 不就是一百分钱看房费吗 说得好谁拿出来呢 什么 竟然是一百块 什么 竟然是一百块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来 扶我一下 你先生比我软了 真是没见识 这位先生 我这就带你去看房 七百块钱看房费 就能让你们态度大胆 不过 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挺傲不逊的那样子 麻烦你回复一下 不好意思啊先生 刚才是我有眼无助冒犯了你 你有什么喜欢的别墅 我这就为您介绍 不用了 妈 他 别坐着了 快去请经理过来 别走啊 经理快来出大份了 咱们的大客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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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您的预期 房子虽然小点 但是 甚至舒适 这么大的房子 你跟我说行 这次在二三 这房子得不少钱吧 这是我马家的一处房产 钻商装修不到一千吧 是吗 一千万 这也太是个事 我这类子记不起啊 那个 还有没有别的 怎么 林先生是不满意吗 啊 那个满意 那挺好的 就是 我和我妈第一次建这么大的房子 怕住不习惯吧 也对 林先生身份首付 看不上这也正常 林先生 时间也不早了 天也黑了 你们再找新的房子也需要时间 不如 就先在这儿凑合一晚 等你找到满意的房子 再搬走也不迟啊 那怎么行啊 林先生 你上次帮金海市拿下洞瓶楼阁开发的项目 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 你就别拒绝了 林先生 林阿姨 那你们先休息 我先走了 那我送你 啊 那个鑫鱼小姐 今天谢谢你 怎么 谢谢光与姐姐 那 鑫鱼小姐 你想让我怎么样了 林先生 你觉得我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我们俩家枪枪绵合 说不定能更上一回了 你 不是 不是 哎 不是 你别误会 我和马星一不是你看到那样 不是 景川 我喜欢你 你做我男朋友吧 啊 怎么 不乐意就算了 乐意啊 我当然乐意啊 我只是担心 我一个送外卖的 怕自己配不上你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又不是你的身份 若贤 我发誓 我一定保回 做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带他回去的 怎么了若贤 我跟我爸妈说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正好我姐他们要来 说想要一起见见你 啊 这么快 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 都是一家人 不用准备 那怎么行 你先回去 我去买点东西啊 我去买点东西啊 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茶叶的话 弄的几十一斤都行 酒的话 上百一瓶就行了 十块钱一斤的茶叶 我这货顶级大红袍才一块钱一斤呢 几百块钱一千个斤 就要我说蓝也没那么贵吧 这么顶尖的东西 我去哪弄呢 怎么了 是不是太便宜了 哎那我再加点 一百一斤的茶叶 上千一瓶的酒总行了吧 别加了 李先生 按照您之前的调求 我还能找到 您要是在家 我翻遍全世界我也找不到 不过您肯定需要等一段时间 找这些也需要的时间 找这点东西很需要的时间 看来富豪家里都不合同 我便宜的茶叶和酒 嗯那行吧 你准备好了 给我送了 给你个地址 我还有其他动作准备 我先走了 好吧 借着 五五十块钱 你怎么满头倒汗的 送你了 我万一人真好 谢谢你啊 慢走啊 那个多富多摸 大姐大姐不好 若曦 这就是你新找的男朋友啊 家里做什么呢 一个月工资能有五十块吗 是送外卖的 那个一个月工资不多 也就三千五 什么 三千五 你个送外卖的能挣三千五 可惜 看来你这男朋友不够没钱 还喜欢说大话呀 姐 林川他有钱的 而且这次来还特意准备了不少礼物 不礼物啊 这乡下买的黄酒 发霉的普尔 热西 这就是你男朋友的上门礼 这一些加起来能有一分钱吗 发霉的茶叶 我让便宜没 姐 这也是林川的一片心意 心意 这茶叶呀可以去做个茶叶蛋 去吃酒吗 爷爷最喜欢吃醉虾了 正好做一个 让爷爷啊尝尝他这个穷滚孙女 吃的心意 我记得 我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 好像是拿着茅台大红袍 不许 你说你第一次等男朋友来 就拿这些东西后面 太出摸虚了 好啊 想用这些东西来看我家高知 简直就是做法 妈 你误会林川 他不是这样的 东西都被拆穿了 你还在替他说话 好了 都少说几句 我妈妈就是这样说的 我妈妈就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 童言无敌啊 兄弟 给监管 赔一切就行 没错 我就是你小姨的新男朋友 对不起 他就是你说的你姐的这次 不嘟嘟吧 不嘟 人家第一次上门来不能没礼貌 知道吗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要我说呀 你小姨的男朋友没本事 也轮到你来说 还赶紧道歉 小姨父对不起 没关系 没了你了 哦 那 给你的 给我的 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拿 陌生人的东西 你都叫我小姨父了 我还能算陌生人啊 那个 姐 姐夫 那个 这红包里没多少钱 就二百块钱 就让孩子收下 啊 我没想到 二百 您说啊 你真的往里面放了二百块钱 是太少了吗 那我再加点 你可以了啊 适可而止吧 还往里面放两百 你怎么不说你往里面放了一个别墅啊 求 咱们就认 又没人笑话你 装什么装 小姨父根本没钱还吹牛休休休 林川 你能不能不吹牛 一个送外卖的 哪来两百块钱封红包 你红包里的钱封的少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你不能说谎啊 那黑了外书怎么办 伯伯我没说谎 这里面真的有二百啊 林川 我们尊重洛西的音乐 就算你没有钱也没关系 只要你能对若曦好就够了 以后这种玩笑不要再开了啊 爸爸 你们可能误会林川了 他是有钱的 不不不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里面真的要二百 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倒下看啊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嘴里面有一句实话 我可以娶我女儿 我看你啊 你不理希望行 若曦我告诉你 你们俩的事 我不同意 我 妈 我已经认你了 我非要嫁给他 你别气死我呀你 别说了 我指望你找个有钱人 起码也能不能弄对吧 你看找着什么玩意 你连口万一毛铁都这么伤 不不 我会对若曦好一辈子的 我呸 熊脚四一个 在这儿装模作样的糊弄我们 滚 我滚出去 晦气的玩意 够了 都吵若曦去 这家林川第一次上门 你不就像吵吵闹的 像什么样子 这不让老爷子知道了 不得吹坏了吗 我一会儿把老爷子起 毕竟若曦是老爷子看他长大的吗 这件事情由他脸定多 我给你说啊 上午那个富豪 就啪甩刃五十块钱 要买我这儿的空空包 我当时都害怕起来 我这辈子哪见过那么多钱呢 当时我就冷恨直流 这酷的都差点那么湿了 现在想起来 我心有意证 这可能啊 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见过这么多钱的时候 行了老刘 别吹了 你十块钱啊 就你这小货店 能买一百个了 去你还不信 听见过不是什么样吗 什么样子的啊 哎活了 老板我要买那个 哎自己呢 我去这不是上午那个 老板你买走那个红包吗 老刘 就一块红包你至于吗 吓我一跳就知道 你走个屁啊 上午的时候 那个老板啊就是拿五十 拿走的这个红包 我就说没骗你吧 小朋友 这红包是谁给你的呀 小姨父 他房里面有两百块钱呢 你 我认识上午那个大老板 老王 我就说没骗你吧 小朋友 你能把那个钱让我看看吗 打开让我看看 我去 你这两百块钱 老 找找见识 你这 我进了 你 你这 把钱收起来 快快快收起来 我吓得 手都弄不了了 哎 老刘 早上是什么呀 这首个红包 就两百块钱 哎呀 老老是在给你买东西了吗 能能是能能是能 可是我我这这么多钱 我找不开呀 哎 有了 哎 小方爷 你看这包料还可以拨 喂 老婆 我把他的这招街都卖了 卖了两百块钱 走位吧台了哈哈 哎 哎 嗯 好 爸 您来了 来坐 都坐 都坐 看一会你上来 爹爹 爹爹好 爹爹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凌川 爹好 这小伙子 一直表人才啊 是 坐坐 坐坐 我怎么没看着我孙子 哪去了 没有他 不认识啊 爷爷 土都这孩子都知道又跑到鬼棍去了 那先聊着啊 我去找找这小伙子在 走走走走 好 什么 这手杀 买不手 我给你 老老老年 你 不是 有 grows 你 是 你 誰說的妹妹著 來給我媽看 媽媽是你媽的 你們為什麼管童子叫少爺 什麼事啊 媽媽我就寫 付給我的紅包去買東西去了 他們都是我的手下 什麼丟人 你說的都是真的嗎 是啊 一條雞的風神證 林川給你的紅包真的有兩百塊 到底什麼身份呀 我們竟然還得罪了他 完了完了 我媽和大偉他們現在正在反對 林川和若熙的婚事呢 土豆 走趕快回去 爸 咱家若熙啊 是您從小看她長大 今天請您來呢 就想問問若熙和林川的婚事 你看怎麼辦 婚事 什麼婚事 你現在拔下還沒一天呢 林川就是個送來賣的 一年一毛錢都找不上 可配不上我們若熙 現在嘛 年輕人都選擇自由戀愛 孩子們的事 由他們自己決定吧 對對對 爸 那怎麼行呢 若熙在我們家那兒是雕生慣耀 我怎麼忍心 讓她跟一個送外賣的吃苦呢 莫莫 我會努力讓若熙過上好日子 好日子 你配說你給臭臭賣奶的 拿什麼過好日子 好 你摸摸你的良心 你覺得能配上我們家若熙嗎 不是 夠了嗎 林川他能配得上我 我相信 他能給我 而且 林川不像你們小的那樣一無事處 媽他為你好 你不但不領情 你還替他說話 你就是被他的花言情語給騙了 媽 你啊 真香若熙 我幫你勸勸 若熙 聽姐夫一句勸 跟他趁早晃了 你說姐夫身邊這麼多大國文貴人 那都是非富即貴 拿出一個 哪個不比他強啊 不必了就 我非他不講 你要氣死我呀 姐夫每次來都是好言好酒 這手一塊錢 你看他拿著做什麼客人來的 不行 這分明是不如我們二家呀 什麼 一塊錢的酒 不是那能喝嗎 我就算載球我載的也是好幾百個酒啊 小子 你說話能不能注意啊 剛才包紅包都說要包涼板 現在一瓶酒要好幾百 你知不知道 這好幾百都能買一車給我掉了 年輕人 說大話這個習慣可不好啊 不是啊不是 這酒真是我花好幾百買的 好幾百 你小心把你牛皮吹破了 你傳他沒有什麼牛 他是有這麼多錢的 在京海這麼多年 我花了那麼多錢認識那麼多人 身價上百的人物我見了多了 花算哪根松啊 行了行了 我住一下準備吃飯吧 讓人上菜 好吃飯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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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來老爺子看看今天我給你帶的酒啊 茅台限量版 什麼我來喝著 這個咬 你來喝茶看看 這咬咬干吧 你去吃喝酒 那酒 沒給我喝 survive Study 喝點酒 af 好久 这醉下喝茶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小兄弟拿的一些垃圾食材 给您做点菜了 在 是作孽 天物 报天天物啊 不是爷爷 这怎么了 这是八四年 教堂博尔啊 居然用它做茶叶蛋 这茶叶蛋的渣子有什么 好的 八十年的博尔 那可是五十块钱一斤呢 十一斤 你们真是报天天物 报天天物 五十块钱一斤 穿上是真的吗 是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是 哈哈哈 这可是百年的教堂女儿红啊 十九 一坦可一百块啊 你们 你们要气死我啊 林川你怎么带了这么贵的酒 本来也没多少钱啊 哎爷爷 你要是喜欢这个酒和茶叶 我可以多给你带点 几十亿斤的茶 几百礼品的酒 这都不买了 这林川是什么神的 当谁 当着 本来也没多少钱吧 好 林川这个孙女儿线 我是认定了 你们 谁也不能反对 爸 你放心吧 林川这么优秀 我们肯定不反对啊 来来来 快点去吧 来来来 还是爸说的对啊 呃 妹妹来 姐夫给你喝一个 哦 刚才呀 都是一些小误会 你 你不要往这里去啊 来来来 哎姐夫 你家人吗 好 好 好酒量来 姐夫再给你倒上 咱俩再喝一杯啊 这杯干了 小川 你 你给我喝酒 多吃点 啊 大伟 千万别走到临床啊 不能是 开始都花花茶 哈哈哈 你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你们关系什么时候真的好了 哎 那个 我跟妹妹这不一见如故吗 对不对 关系肯定好啊 小颜你回来了 记住啊 小川啊 以后就是我们安家的你去了 以后啊 可要对的好点哦 哎 你 刚刚说什么来着 啊没没什么 喂 好 我知道 怎么了说些 公司股价受到影响 资资链出现了问题 公司的董事要求开股东大会 现在我要回公司一趟 我没得选 那个 我们先走了 你忙赢的 小川 你们忙去 终于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可千万别得罪临床 刚才临床给投资的胡闹里面真有两百块 但他用这些钱买了一条街呢 是吗 知道了 你们怎么都不惊讶呀 啊 是我不信我说的话呀 你看 这一条街的房产证都在这呢 我们没有不相信你 那你们怎么都不惊讶呀 那可是两百块呀 两百块 对于咱们这个妹夫来讲啊 这两百块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还知道他刚才拿的那盘酒吗 乡下的老黄酒 什么老黄酒啊 那可是百年的女儿红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一坛啊 至少三百块 什么三百块 临川到底什么身份呀 什么身份不重要 反正以后这个临川呢 就是我安家的好女婿了 有这个女婿 我安家 就可以一步登天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我是吃死 不知各位董事 如此急迫的召开股东大会 所为何事 安若曦 你别在这装傻出了 公司一直被江家打烊 大家都知道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下跌 今天我们召开股东大会 就是想要你 给大家一个留待 请各位给我一点时间 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解决 安 你没有什么办法 公司走的这一步 你是个董事长 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不是你得罪的江少 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就是因为你公司上上下下 几个月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大家可以上去 我相信只要渡过了这个难关 公司一定会回本 渡过 怎么渡过 公司现在缺的是资金 我也就直说了 经过董事会决议 决定撤证的董事长 安总 既然走到这一步 我也就扯个电话 说电话 大家出来混 不是为了钱 江少龙带领委队 我们为什么要调取认识的数据 要我说你们也太不要脸了 公司盈利的时候你们抢着入国 这一下运的困难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啊 你是哪来的毛头小子 我们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你在这整个发脚 咱们公司的保安不下单了吗 还 还 我运的 还不赶快呼出一下 啊 龙山是我朋友 你们说话都客气 安若曦 你负责难保 他也负责顾住你俩的手败量 公司走到这一步 还不都是因为你不吃台队 要是你乖客的会江少资金 安事计算也不能轮助制作 你这个董事长也不可费切的责任 工资不胆 就是因为你这个董事长 大家说是不是 是啊 人家这么江少 我们还不撤资 难道要跟着公司困难啊 我们同一撤资 实际上 安若曦你看到了吧 大家都同一撤资 我大概工作了一下 我们的股票加起来 大概有五千块 你打算怎么支付呢 五千 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哎 才五千五千你们至于这样吧 不知道的以为若曦欠你们几百万呢 你又是什么走东西 在这大人不产 看你穿着橱槌像 浑身像 能用一分钱吗 小子 在座的各位 唯不是身价上板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安心鬼 我就算再熟 也不会像你们一样去欺费一个小女生 若曦 不就是五千块钱吗 我踢的话 真是信口开河呀 一个送外卖的 哪来那么多钱 真是信口开河呀 一个送外卖的马来的 降兆 您来了 请坐 姜敏 这是我们安氏集团内部的 请你出去 哎呦 他们 可是把股份卖的 我来考察我未来的公司 有个说吗 你们总的商量好 不过按照协议 你们出售股份 我具有油性 我不要的才能给他 他们这些股份呢 可是我按了 千块收的 具有点调查 你们安家 好像没有这个实里实的项 您说若曦没写的 不就五千块钱吗 我替他出了 你不就是爸和安若曦的小孩子 他们安家都拿我出 你又凭什么说 你能拿得出这五千块 是啊 还说你能拿出五千块 你自己信吗 我们在座的社会信吗 小子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费门夹了 这可是五千 就算我们在座的这位加起来 也拿不出这么多人的空间 我在京海这么多年 身价上百的人 谁我不认 你又算老几 不是我说 你们这一群人 连五千都拿出来 不是你们怎么当的董事 你还真能装啊林凡 你若这真的有 你就把这五千块钱 摆在我们面前 那 林凡 你怎么有时候给我打电话呀 王航长 我要你马上把我的存款全部变成现金 拿到安氏集团 啊 五分钟 我看就到了 等着吧 钱马上就到了 真是可笑至极啊 林凡 你知道五千块钱有多少啊 就是京海银行 还有没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 欠现金 各位 他就是一个满口破坏的熊吊丝 他哪有什么计划 我看啊 他就是细耍我们 我小福哥 是不是知道消息我们的后果 信不信打断折腿 林凡 五千块钱不是个小数目 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要不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不信 放心 我比你想象的有钱 五千嘛 出得起 到现在还敢大人不忏地欺骗我 我看没有再待下去就必要了 还是把股份 直接卖给江少吧 那各位 你们再等一下 就几分钟你们就知道了 既然 林川这个废物这么想死 我们不妨撑去 再等一遍 林川 如若你拿不住这五千 你就要 再找所有人 舔鞋 小子 你要好好竖出口 别舔脏了我的鞋 好啊 那我要是拿得出呢 你要是拿得出 我给你请 想给林先生鞋 行 你 得排队 你 想给林先生鞋 行 你 得排队 王顺略啊 又来帮林川这个废物 我真就想不明白 他到底哪里 至于你们这么多人 没护理啊 撑 你也配污辱林先生 况且以林先生的身份 也不需要 回来回路 这 是林先生需要的五千现金 请林先生 请林先生 过目 江上 他真的有五千现金 没有你说 我不想 看 这是五千 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资格收购各位的股份啊 就算你有钱又能怎么样 有我江家在 你觉得 他们敢把股根卖给 还是说 有人想跟江家作对 江明背后必定是江家的 咱们也不能特罪他呀 是 不得这点钱得罪给江上 不值得呀 林川 看到了吗 在京海呀 不是引钱就有 出来混 讲的是什么好啊 那我再加一辈子 什么 啊 他竟然还有五千现金 林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不是贴到铁板上了 那林先生 这不就是白白的往外送钱吗啊 我我欠 我欠我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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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 你跟我江家作对 我去你的吧 在一万面前 你们江家说个屁呀 好啦 江明 这钱你也看到了 说一时先点左脚啊 哎右脚啊 就算你有一万又能怎么样 我可是江家到手 请问我给你贴心 一辈子都不可能 不好了江少 江市集团受到了三大家族联合打压 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完了 全完了 都完了 林川 都是因为你呀 这多年几个活 你有今天的结果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去 不完了 不完了 林川 谢谢你今天帮我保住安市集团 以后你就是安市集团的董事长了 变过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什么 我才投了一万块钱 我成董事长啊 之前安市集团的市值只有八千万 你投了一万 当然就是董事长了 那等会等会 你确定安市集团的股价是八千 那不是八千万 怎么可能八千万 世界第一的财团 也才几十万呢 我会吧 那都说 若琪啊 你你告诉我 现在市中性的房价 是不是十块钱就能买一套啊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那豪车呢 拉伯基尼呢 文博基尼五元钱一辆 他将无如此不够 还能以赤诚之心态 既然如此 我这么一场造化如何呀 世界时空混乱 进入贬值世界 全球物价贬值一百万倍 交易者林川 零售影响 还有一个 我万块出了首付 原来是世界上的物价贬值了 如果没有收到联系 林川 你怎么了 我 我有钱了 我是有钱人了 你一直都 我 我竟然真的被那个老企丹 变成了首付 那 需要付出的代价 会是什么呢 我 你来了 等我很久了吧 你知道 我会来找你 这事业上 哪有天上掉馅别的好事 你让我成了首付 我自然要付出些代价 那 你听说过 生命人吗 我给你花不完的钱 但是 你要付出你的生命 作为代价 现在 到我丰收的时候了 怎么回事 你借钱的 英国怎么消散了 你 已经不是首付了 恭喜你猜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我把全部的钱都成立了一个死善机构 我没钱的时候 总是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 现在我有钱了 我自然要拉一把别人 那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咱们有人 会放弃自己的融化富贵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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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老人家 这五十块钱 你现在拿着没点吃的吧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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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么呢 啊 若曦你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不说这个了 你腿怎么样了 我这有一万块钱 应该够你去医院了吧 我不要钱 我要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